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4是一场燃银想要重夺执政权 而绿云想要保有执政权的情况之下 他们必然会发生激烈的选战 那所以我们第二段我就想请问欧教授 就是说我们先来看国民党 国民党在2022他大胜 他2024他会不会产生钟摆效应 这里面有关键的三个人 第一个人就是朱立伦 第二个是郭台铭 第三个是侯友依 那这三个人各位来看 从2022胜选以后一直到元宵佳节 他们三个通通不表态 而使国民党在2024的提名过程当中 呈现了一个僵局 这里面那我特别要讲 郭台铭不是国民党人 好不是国民党的党员 那只有朱立伦跟侯友依 如果把郭台铭的因素去除掉的话 大概只有侯友依跟朱立伦 可以代表国民党出征 那现在又有一个郭台铭 那甚至于郭台铭 他可能跟蓝铭合作 他也可能跟白铭 柯文哲合作 所以我们现在看 当白铭柯文哲确定参选 这是王金平讲的 而赖清德也毫无悬念 要代表民进党出征 那我想请问欧教授的是 说蓝铭的这三个人的优劣 不管如何 他们都会代表蓝铭出征 但是这个中间的僵局的行程 您认为是谁 是谁要负的责任比较大 那我讲的是谁负的责任比较大 当然是指朱立伦 他要不要定初选办法 但是能不能请您 就这三个人的特性 为我们观众特别分析一下 蓝铭的僵局 为什么一直到现在 您刚刚也讲过 从2019 现在是2023 已经将近四年了 可是他们初选的僵局 能难存在 您认为说 国民党僵局不解的话 有没有可能会重蹈 2019的覆辙 完全可能 有话说的是没有错的 首先因为台湾的观众 目前是厌烦于许多政治人物 长期站着位置 特别是讨厌 什么位置都拿过的人 他仍然还要拿大位 那么前面 最著名的是连赞 而后面最著名的 就变成是朱立伦 因为朱立伦 他在各种位置上 长达30年的时间 一直你可以在各种镜头 看到他 因为一个政治人物 长期站在位置 如果又没有 绝高的表现的时候 那么台湾观众们 或者台湾的选民们 就会认为 这个人 只是长期 靠着关系 靠着位置 或者是靠着他的家族 原来就是政治家族 而在占据位置 那么这样的人 会令人感觉到厌烦 讨厌 而且根本会觉得 你只是在运用这些位置 在扩大你自己的家族势力 并且会怀疑 你既然长期 是靠你的家族 而且会拉帮结派 你怎么可能 会为民众着想呢 所以这样的长期 在政治媒体上曝光 而且位置 拿了好多个的这种候选人 其实对于台湾的大选 是极其不利的 因为大选的时候 完全是非区域型投票 大家是凭一种消费情感在投票 那么这时候 如果前面 国民党已经大胜 那摆锤 就很容易摆到另一边 因为你所提出的候选人 竟然只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冷冻水饺 更何况大家会觉得 你是冷冻了30年了 冷冻水饺 我为什么还要把票给你呢 所以这里面 朱伦伦他始终不愿意放弃 他已经占据了30年以上的 政治媒体光环 可是民众的抉择是血量的 因为民众不愿意把票给冷冻水饺 就是不愿意 那么就问接下来 那能不能让另外一个人当选呢 侯友宜可不可能呢 偏偏由于侯友宜自己是警察警官出身 而且他在重任过程里面 竟然还拿了一个警察 或者是警官大学的博士 那么大家又知道 因为在重任期间 哪有时间去念书 又哪有时间写论文 台湾的论文们 过去三年 完全可以说是 打遍了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各种可能想要借着学历 把自己抬高地位的政治人 而这时候侯友宜可能会 深陷在这样的疑云之中 更何况当时候他在选 新北市长的时候 还有一个整大洞的宿舍 而且年收入还非常的高 可以说是一个警官 年收入了很多很多倍 这些疑云呢 一到大选的时候 就会被明显的检验 那你说国民党之间 哪有这么容易 要让可能被视为 冷冻水脚的人 或者会被检验说 可能学历有疑云的人 这么容易 他们就会自己退吗 不会 偏偏国民党呢 又是一个长期政治人物 占一个位置 会占相当久的一个政党 他不太愿意培养后人 几乎在各个区域里面 都有人具体的一战 占了10年20年 甚至30年的地方势力 那么这样一来 各地方都会产生这种 我说的政治冷冻水饺效应 那国民党 尤其是在出现阶段 他偏偏是可以控制很多所谓的党员 或者是人头党员投票 就那39万的人 他才把他控制好 就可以被他的政党给推出来 于是就有的冷冻水饺 被推出的几率就非常非常的高 那结果会是什么 大家就会用一种 极度悲观的态度 来看待中国国民党 可能会在未来的一年 甚至未来的五年十年 会推出什么样的人 因为这些人年纪都还没有非常大 他们有可能选到七十五八十 当然这个时候那种悲伤的 或者是可能会败选的心理预期 就必然会出现 有话 好 那我代表观众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就你的判断 朱立伦会不会说 我绝对不参选2024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还有一个 您还没说到 有一个是叫郭台铭因素 当朱立伦讲 他不参选2024 那这个僵局 就是侯友谊跟郭台铭 还有国民党之间的僵局 有没有希望化解 我不能说绝对没有希望 我只能说希望非常的渺茫 再者呢你刚刚说 朱立伦可不能宣布他自己不要选 这大概比他割 他的肉要更难过一些 除非整个民调 都证明他 只有个位数 或者是实在差距太远 他才有可能会放弃 要不然 按照朱立伦 他过去的表现和性格 他能站住位置 他绝不会 多让出一天的 至于郭台铭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 我请大家一定要把脑筋 给动清楚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很容易思考到 郭台铭 他自己本人 受美国的因素大还是不大 如果答案是受美国的因素大的话 那么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就是 美国有没有力量 去控制郭台铭的事业体呢 如果是有 那么白宫的因素 就可以操作郭台铭的意向咯 既然是这样的话 如果白宫可以直接垂直操作 那么 如果白宫是对国民党不放心的 或对国民党有疑虑的 特别是在现在 两岸晶片大战 甚至华为大战 或者是整个 高科技大战的局面底下 他一直设法要拉开 所谓的十年距离 或者是两岸大战的距离 你认为郭台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真的会站在国民党有力的这个角色来协助国民党吗 我真不这样认为 是的 我们刚刚听到欧教授精彩的分析 那顺便我再追问一个非常小的问题 您认为国民党现在选举的僵局 我指的是2024 在什么时间点有可能化解 就你从前参与选战的经验 你从这个角度 我是带观众来问这个问题 我认为他有可能最晚会拖到 201应该说是2023年的8月 8月 最慢会拖到2023年的8月 甚至拖到8月底 好 第二段我们先谢谢 欧教授欧崇敬教授 给我们精彩的分析 他的结论非常的简洁 他是讲国民党如果到2023 8月才解决他所会初选的问题 您是在暗示 可能重蹈2019年的覆测吗 安全是这样 是 那这一段我们讨论完了 我们接着进入第三段的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